一個元件裡面可以放不止一個東西的話 我特別講過這個地方 首先第一個這個 這個裡面放的清單值 這個清單值裡面 可以不一樣的東西 前面是這個畫面上看到的 後面是要傳遞過去的 所以兩邊是可以不一樣的 比如說你L將來傳遞過去就是Linus OK 所以假如說我今天改了 然後按送出 當然這個地方可以做一點點變化 把它save 兩邊這邊也把它save好了 那比如說我接收到的就是getta 那這邊假如我今天 點的是Linus 點L 那理論上 剛剛如果兩邊 做 假如另外一邊 我是Linus 傳遞過來就Linus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兩邊的 前面跟後面的那個值 看到的東西可以不一樣的 沒有關係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會有個問題 如果我多選 怎麼辦呢 按去按送出 他還是會顯示一個 是其中一個 可是問題來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它所有送 那個 選的 通通放在一個陣列裡面 然後通通幫我顯示出來 該怎麼做 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你恐怕要把這個items 請你把它改一個 這邊加個什麼 中瓜糊 這個中瓜糊指的是什麼 它是一個陣列 也就是說呢 你這樣來放幾個 它就變成一個 一個陣 等於是說你今天 如果你放了兩個 它就幫你把它切割 然後呢 放兩個 這個 進來 這個再放進來 那你怎麼解析呢 假設我今天是一個陣列 Safe一下 第一個 請各位先放一個陣列 第二個如果解析呢 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接的話 請你記住喔 如果你要接第一個的話 請你在 這個的 後面 加上什麼 一個中瓜糊 那 在那個PHP裡面 其實跟其他語言 這個跟Java 跟其他也類似啦 如果你要第一個的話 那陣列的編號呢 一定是從多少 從0開始 所以如果你要取的第一個的話 那就是0 OK 那如果你要取的第二個的話呢 那就是1啦 假設我今天 把他再複製一下 再貼 貼一段 貼上 然後這邊的話 如果要選 第二個的話 這邊就可以給他多少 給他1 好 兩個喔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記得 把它全部 全部儲存 全部儲存之後的話呢 再來試一下 就是預覽一下 看一下 剛剛選一個 如果選兩個 Ctrl鍵 按送出 有沒有 不過這邊可能需要一個 BR啦 把它換好 你學會的項目是Linux 而且是 Apache 對這邊的話呢 Apache 這個是不是跟那個 很熟悉的那個 前一陣子很紅的那個關鍵字 是同一個字嗎 Ap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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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合理啊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 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你就必須寫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呢 叫做 For each的回圈 也就是什麼叫For each 就是說 你要把 這個陣列裡面的所有的東西 暫時先放在一個變數裡面 那個變數先放進去一個 它換下一個 顯示一個 再換下一個 反正呢 它就是一個 從零開始 零一二 反正它有幾個就是有幾個 也就是For each的好處是說 你也不知道說 這個陣列裡面 到底有幾個 那反正我就是For each 就是 每一個的意思 我要把每一個陣列 一個一個一個的幫我搬出來 放在我要放的位置 就是For each 當然如果你比較不清楚 其實這個在 其他語言都有啦 就是類似像Java 或者其他都有 你可以打開這個 其實你們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那個哪裡呢 在手冊裡面 就會有什麼 就是叫做 語言 參考 對不對 然後裡面就會有一個叫什麼 控制結構 反正怪怪的 控制結構 反正就是意思就是 我做 一般翻譯就叫 流程控制 反正這個跟 Java或者其他語言都差不多 那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有叫什麼 Fore each 有沒有 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點擊進來 Fore each 點擊進來 那他主要什麼 看一下 反正意思就知道 就是把陣列裡面的東西 搬出來就對 那底下 會有一些 相關的Sample 比如說 這個 如果你今天建一個 array 陣列 那怎麼樣把值放進去 array 刮弓 1 2 3 4 放四個值 丟到這個陣列裡面 這個感覺 比較像 VBA VBA也是 用array開頭 VBA裡面 VBA或VBA array 然後刮弓裡面 放四個值 放在這個陣列裡面 然後 for each for each 開頭 然後把 這個陣列裡面的值 一個一個的放到這個value裡面 那會先放1 1放到這個value 然後讓這個value 乘以 乘以2 然後換下一個 把這個2 這個值 再乘以2 也是類推 OK 這個我想各位可以亂亂看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 把 for each的這些方法 放到我們剛剛的這個解法的話 該怎麼做 其實也非常簡單 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可以參看一下 PHP4 其實 4的話 其實就是把它改成那個 就是陣列啦 但第一個 PHP4裡面 第一個一定會 先把那個 我們的清單裡面的item 變成陣列 就是可以放不止一個東西 反正你放四個 他就四個都放進來 0 1 2 3 那再來做什麼呢 PHP4 裡面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也一樣 for each 然後呢 我把 過來的東西 一定是個陣列 中間記得加個s 然後呢 丟給誰呢 丟給value 那這個value 就是我們暫時存 比如說我今天是一個linux 他就第一個就linux放進去 然後再把echo出去 一個linux 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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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 當然BR可以這樣寫啦 或者你用那個斜線 直接打個BR也可以 這個不用斜線 也OK啦 然後他換行 換行 所以你有幾個就放幾個 那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像drava的寫法就剛好顛倒 就是中間加冒號 不過語法 觀念上我想都是雷同的啦 要把它save一下 OK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呢 如果我今天要看到的結果就類似像這樣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通通選 按送出 他就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一個 BR 兩個 三個 四個 如果說我今天不要選四個 選兩個 這兩個 送出 一個 兩個 那也就是說呢 我有幾個 他就幫我輸出 中間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BR 在中間 OK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好了 這個地方的話 等於是把剛剛的單選 變成多選 並且可以接收到 那最重要 可能需要理解的就是 如何 用什麼呢 陣列的方式把它接過來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get it out的是一個陣列 那如果說你 這個地方 假如是一個陣列 可是你沒有用陣列的方式接的話 像這個地方我把它改陣列對不對 那如果我接的時候還是用 原來的 不是陣列的方式的話 比如說原來是這樣 他不是用陣列方式來接的話 那就會產生什麼 產生錯誤 所以你如果改這邊 然後後面沒改的話 一樣做送出 他會怎麼樣 你學的項目唯一 後面就錯了 他會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是一個array 可是你怎麼用 自串的方法 所以他就跟你講說 array 要什麼 to 3 你要把conversion 你要轉換 不然的話 這邊無法做輸出 OK 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單選 變為複選 OK 後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完成的那個for each 那個程式 在雲端上也有 所以請各位參考一下 雲端 就是下一個範例 範例4裡面的東西 謝謝